上集說請工人姐姐來到香港工作時 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和解決方法 今集繼續訪問星空僱人中心的負責人Anthony 作為專業的僱傭中介 教我們如何解決有關僱傭姐姐 他們請假、放假的問題 開始前立即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鈴鐺 第一時間可以看到我們的新片 還有請姐姐一定要買僱傭保險 可以回顧我們的僱傭片 HelloAnthony Hello Thank you你百忙之中 抽時間來繼續解答我們的難題 今集就說一下 我們僱主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如何計算姐姐放假的假期 第一條 早前我們打八號風球 是星期日 很多姐姐放假都是星期日 我們僱主需不需要補假期呢 其實就看回當日 姐姐她是不是真的放假 你有沒有叫她去工作 因為星期日又撞成八號球 家人又在家 叫姐姐不如你今天幫忙 吊一吊假期 其實這也是其中一種解決方法 如果不是你都想去那天休息 那她自己在房間休息 其實就不用補假期給她 因為她都自願在家裡休息 而不需要工作 嗯 明白了 即是我們其實如果去完整 已經放了這個例假 又剛剛正正是八號球 我們僱主是不需要補假的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真的發生在我身上的 姐姐剛剛來香港 大概還有一年左右 她就問我 Madam可不可以放她假回鄉 我有一個年假 那麼我們的合約裡的機票 應該是一次的 第一遇到的問題 就是我們應不應該放假 一般的做法是怎樣做 第二就是我們需要負責 她真的每一年放年假的機票 其實是這樣的 首先在僱傭合約裡 就清晰聯名了 只是需要在合約期內包一次來回機票 如果她是做完一年之後 她就已經再回到鄉 之後如果再做多一年 她又再回去 其實已經是兩程的來回機票 所以這一程的來回機票 是不需要由僱主去承擔的 這件事當然 也要跟姐姐說回這個情況 如果她說 如果你們時間真的允許到 去一年 然後去放假 可能一個星期多一點 然後再回來再工作 其實最重要是溝通 姐姐願意去承擔機票錢 你們也願意給她放的 其實是何樂而不為的 嗯 也是的 我覺得雙方溝通 不過我們就擔心 姐姐回了後她回來 其實也有試過這樣的情況 有沒有些期望要分享一下 怎樣可以令到姐姐回來 當然啦 問題就是 姐姐自己本身 她回到去 如果真的不打算回來 亦都控制不了 只不過是 當然 如果姐姐真的回到去 不回來 其實她再申請入境香港的工作簽證 因為她這樣無故失蹤 所以這件事 就要我們布容中介 都會跟姐姐說 你這樣做 你以後來不了香港 不賺錢 始終香港對比其他地區 都是一個相對高工資的地方 去做這個 domestic helper 的地點 嗯 明白 另外 其實我們很多香港人 都很喜歡北上 因為在香港的港資很費用 但如果我們帶姐姐回大陸 其實是可不可以 如果我們真的帶她回大陸 那有沒有甚麼流程要做 首先如果姐姐是跟僱主家人一起去得上 她是負責照顧僱主家庭的話 是可以的 法例上是允許她這樣做的 主要是她是助顧僱主家庭 但是流程上 姐姐要申請一個 第一次 就要申請一個單次的逗留 在國內14天的簽證 然後這個簽證 就會慢慢申請得愈來愈多次 就會有一個叫90天多次往返的 一個這樣的簽證 這個會給僱主 經常要回內地 又要帶著姐姐一起回去 這樣的用途 即是不是真的越申請就越長 是啊 會有 這樣就好 還有簽證也要費用 當然啦 也是僱主承擔的 因為僱主要求她過去 所以就要留意 這集很感謝星空僱傭中心的負責人 Anthony 騰出寶貝的時間 跟我們解答很多問題 令我們掌知識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 還有問題想問Anthony 可以在留言區留言 我們會代大家問Anthony 另外如果大家想請姐姐 請Anthony幫幫忙 也可以WhatsApp我們團隊 我們給你一些資料 另外如果請姐姐的時候 大家都需要買僱傭保險 也可以WhatsApp我們團隊 我們幫到你 看完這條影片 記得要讚好 記得VLSC條片 給其他朋友知道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鈴鈴 下集我們會再講下 有關其他的冷知識 下集見 Bye Bye